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晚上 我们将在日志军视频中为您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与您见证同一片江湖 同一个梦想的诞生 各位侠士 各位女侠 接下来我们热烈欢迎运动员们正式入场 一面向我们走来的是一群朝夕蓬勃的少年 他们是来自巴蜀地区的唐门少侠代表队 蜀中唐门在武林中兴起已达数百年 江湖上以精湛的暗器手法和制作工艺而著称 唐门少侠们可谓精神饱满 蓄石待发 他们势必将继承前辈们的优良传统 在比赛中一鸣惊人 接下来走入会场的是一支全新队伍 江湖百态代表队 这只有艺人 玉兽师 陆林 标诗组成的首发阵容 将向大唐侠士传授全新的生活能力 玉兽师将教导侠士误懂宠物的内心世界 究竟平时亲密伙伴的宠物宝贝们在开什么脑洞 又有什么特殊本领 换位思考你就明白 天南海北的不同风土人情 成就了艺术的土壤 侠士成为艺人后 不仅可惜的若干武姿 获得他人赠送的鲜花 随着自身段位成长 未来还能在更绚丽梦幻的舞台中尽情起舞 标诗是跑伤侠士的平安之选 豪气甘云的陆林 则能在跑伤途中安放常人无法察觉的陷阱 他们的口号是 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下面走来的是白地水公代表队 五人觅境白地水公 分为英雄模式和挑战模式 对应掉落910品和990品武器装备 侠士在探索白地水公秘境同时 不仅可获得林云会声望 兑换最高1020品的帽子装备 还有机会获得首领武器造型的酷炫挂剑奖励 这只代表队主要由慕容绿珠 龚天蝉 宇卓成三位秘境首领组成 随队官员还包括方青崖 触霞影 以及大名鼎鼎的剑魔谢云流 在镇龙发聩的尖叫和欢呼声中登场的 是阵容庞大的门派宠物代表队 72名参赛队员是本届盛会中运动员最多的队伍 他们中共有15位选手是今年第一次参加 一惊亮相就受到广大侠士的热烈追捧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盛会后 广大侠士将有机会通过剧情任务 领养全部本门耕宠 一补多年遗憾 而领养全部本门耕宠的爱心侠士 将被授予徽章奖励 还将赠送一套本门耕宠的丰富自拍表情包 迈着轻盈脚步踏浪而来的是水面轻功代表队 继上届比赛中 纯阳 七秀 天侧运动员 展示了精湛的出水轻功后 这支代表队在本届比赛中 派出了全部12门派的强大阵容 万花 少林 藏剑 武都 汤门 明教 丐帮 苍云 长歌 九大门派运动员 将在本次盛会中展示全新的水面轻功技巧 让所有观众大饱眼福 踏着整齐步伐 一路昂首走来的是大唐装备部代表队 本次盛会中 他们将向广大侠士提供武装后勤保障服务 1060品侠义装 980品江贡装 以及1060品阵营威望首饰全面上架 祝各位侠士纵情驰骋 肆意逍遥 下面盛装而来的是商城美化代表队 在他们的努力下 新的外观界面中 无论外装还是跟宠 坐骑 小玩意儿 都可在实际场景内预览 同时晴天 日出 夜晚 阴雨 等不同光照条件 也可以让侠士拥有买家秀一般的愉快体验 再也不用担心货不对版了 下面我宣布 大唐第二十届GX3运动会 百家争鸣 正式开幕 预祝各支代表队赛出风格 赛出好评 下面是大型文艺演出时间 第一幕 楼兰一语 为观众带来思路楼兰的一语风情 整体布料轻薄的恰到好处 头戴透明青纱遮挡风纱 个性化的耳环和饰品 彰显与众不同的文化内涵 护手则加入精致装饰 让整体气质更显不羁 第二幕 绸云体语 作为传统国风的全新演绎 在强调简洁得体的同时 精心打造的腰带 融入大量华丽而不突兀的纹路设计 营造出君子如玉的温润气息 第三幕 鱼梦九天 采用翠鸟主题设计的全新特效外观 将飞鸟的坚韧与柔美两种不同的元素统一 将翠色羽毛作为点睛之笔 呈现出性感的身段和矫健的身姿 第四幕 长天秋红 以舞蹈为核心的特效外观 袖子自带飘逸自带 强调舞者的曲线之美 高开叉与华丽的下摆统一 让舞蹈更显浪漫而又不轻浓 以上就是本届JX3运动会 百家之名的开幕式状况 更高 更快 更强的奥运精神 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点燃你的热情 感谢各位辖士收看 江湖路远 有缘再会